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公 陈公理财 让天下没有难力的财 陈公主要研究智能交易量化模型 内地百亿金施木绕到钢股通量化投资A股 事实报证的背后收购的是普通投资者的财富 关注陈公 学习量化投资 实现稳健盈利 今日主题 三峡能源 拖帮股份 震态电器 基本面将量化模型确认投资机会 今日干货警督一定要认准提办 案例仅供学习 不够值投资建议 好 咱们详细分析一下 第一 三峡能源 分光三峡 海上分电 引领者分电光伏 储能一体化的龙头 好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它的净利润的振扎 非常的稳健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拖帮股份 国内智能控制器的龙头 全球领先的智能方案提供商 这是它的净利润 拖帮股份的净利润也是非常的稳健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震态电器 分布式光伏屋顶的龙头 荣获全国分布式光伏应用创新奖 分布式光伏投资商金奖 分布式光伏电专项目的EPC金奖 好 我们看到的 这是净利润 你看这块在去年的之后 净利润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突然的上升 其实这种情况多数是属于非经商性的收益 从它的应收我们去看的话是非常稳健的 所以第二年就会有一个净利润的降低 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要具体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做的投资策略报告 三下能源的 我们要通过基本面加上技术面的量化的模型 给大家去确认这个明确的一个买点 好 我们看到了上个交易 就是说上周五 三下能源实际上是在中轨出现的一个倍量的提长 从量价是符合提长年的 没有问题 那咱们在9月17号也是这么是提示到大家 他有这种期长的标准出现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三下能源 今天又是一个涨停 为什么会出现连续的涨停呢 这个是需要我们把逻辑数据清楚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实际上分电 从整个板块涨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对于分电光伏储能一体化的龙头来说 而且三下能源它的估值并不高 那这波回调下来了以后 其实它已经是起了一波了 我们从量价去配合看一下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这波期长它就有资金介入了 实际上这波期长咱们也有去参与 突破反跌以后 这是一个可以就是说减仓的点位 你看在它回调的过程中是逐步缩量的 我之前给大家录过一个视频 有关量价的一个视频 当充加量说到力量或者积极量的时候 再次出现的倍量起长是起长的标准 实际上在上周五的时候 造盘的虚拟量放的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是我在上周五的时候提示是符合起长标准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今天实际上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对于三下能源是怎么样评价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是9月22号 那么9月22号咱们对于三下能源实际上在造盘的时候是有加长的 因为我认为今天涨停的概率是依然比较大的 而且我实际上做了这张图 做了三下能源的这张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七块钱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其实我们要做对股价未来走势的一种预判 并且要做图流程下来去对我们的判断进行一个验证 你想七块钱是它的净线 如果一旦净线去站稳了以后是有希望挑战前期高点的 再加上现在的风口 风口在 钱就在 钱就会容易流入这个板块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走势看到了 它的跳空高开 预示着 这个七块我认为突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跳空是一种力度 在上个教育涨停的情况下 今天在了一个跳空 而前后在风口上造盘的量 我们可以看到了 量还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今天的手艺 是我们认知范围内的手艺 当然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前期的一个高点 但实际上可能超过 也可能不到 我们要制定计划 但是如果盘仲发生了变化以后 我们也会随变化而调整策略 所以我们通过基本面 概念资金没有问题 在结合上 咱们通过量价空去判断它的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交易 我们做智能交易量化投资 去判断它的起爆点 这是它第二个起爆点了 空间上是非常重要的 空间一般来说是半年线和年线附近 出现的这种起爆点的话 成功率就会比较高了 只要是在上升趋势中 达到半年线和年线 就是非常容易形成一个反转的上涨了 好 然后我们再从基本面看一下 给大家研究的细一点 研究透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面 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是刚刚签订了一个 暂联合作的一个协议 咱们看一下它的财务分析里面 财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业绩是非常稳健的一个增长 这一期的半年报的业绩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了 它的净利 现金流 就是美股现金流的话也是震的 现金流增长率 美股经营现金流都是震的 震的表示 就是它的业绩的质量非常的好 这也非常重要 如果是负的 就是说它这个钱 你看到是盈利了 增长了 但是钱还没有真正的收到 所以这个在现金 真经白预没有收到的情况下 那就可能万一收不到了 所以这个盈利的质量就会差一点 如果说净现金流 它的增长非常的漂亮 就有可能我们货是供不应求的 我先给你定睛 已经收到定睛了 但是利润还没反映出来 所以这块如果金融性现金流 增幅特别大的话 大概率是先收到了定睛 那么也就是预示的 后期的净利润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增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毛利率 毛利率也非常重要 我们就看重要指标就行了 你看它的毛利率 这块的话 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 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毛利率 64%的毛利率非常高了 不错 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它的定难的情况 自民运作定难的情况 确实是非常饱满 你看这个定难量 所以这是业绩的保障 我们机构整个去预测它未来的业绩 其实看的就是这些定难量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机构对它的评价 也是非常不错 你看分光处一体化 龙头 海上分店引领者 光复三峡海上分店引领者 等等 咱们就不细看了 再看一下它的这个筹码的一个情况 筹码是出现了一个降低 就是收集筹码 我们看到股东 股东呼吸降低 大家看 股东呼吸这个位置是降低的 就表示散户在卖 阻力在收集筹码 就容易涨 这样的品种是容易涨 好 这是它基本面 刚才技术面 我们做了一个智能量化投资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量价失控 对吧 非常漂亮 在结合上我们的这个交易系统就可以了 那这是三项能源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是拓帮股份 这拓帮股份的图 拓帮股份是今天才出现了一个启动 实际上拓帮在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 已经是翻倍的一个走势了 最近出现一波挑战以后 我们说的了 既然是量化投资 那就是讲究可负质性 所以量价失控 空这个半年线 或者是年线附近 出现的这种倍量的气场 你看 倍放量气场 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场的一个标准 这是很关键的 一要放量 同时我们系统也出现了气场的标准 这也是系统气场的标准 并且是收养的 一定要是收养的 那这个是智能量化投资的一个气场的一个标准 那你说他就没错的时候吗 那不可能肯定是有错的时候 如果要100%的话 其实世界的利润都是咱们的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概率 但这个概率可以做到80% 我们说了80%的概率 就也是非常高了 对吧 所以就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且它是可以复制的 我们就是把这种思路免费的给到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建立这种交易系统 所有安利国进行共学习 不够承托自建议 那这个呢 是我们早盘时候给到的 它是智能控制器的一个龙头 那我们呢 还是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好图吧 我们搜索下来看看之前 那看之前的话 实际上这个位置 它也是踩到了半年线 年线 出现了一个放量 放量就是说代表什么呢 代表恐慌盘 恐慌盘出来以后 再缩量代表止电 对不动了 再出现的一个倍量 起 这就是卖电 这是一个经常电 标准化 我们去建立这种模型 就可以了 我们是把思路给到大家 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你看在连续的下降以后 量 放量 我们要结合它是放量 然后系统也同时出现了 资金的流入 气质量的标准 主图复图公正的 那会更好一点 空间 这是年线 这条线是年线 达到年线附近 出现气质量 并且是收阳的 阳 收阳线代表它是价格 这都是符合的 那这块呢 我们要如果做的话 实际上是造盘 造盘的虚拟量 因为我们这都是 造盘给到的观点 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得懂 就是在造盘的时候 因为它有虚拟量 我们去关注 远远比我们起来关注要好 第一天出现气账 这个呢 需要一定能力 对吧 需要一定迁瞻性才可以 然后就是下个交易的回踩 就是下个交易的回踩 如果说踩到它的中位数 就是大阳线的中位数的附近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点 如果再低就偏弱一点了 而且下个交易的踩 要是缩量的 必须是缩量的才可以 这样就好 确认什么呀 智能交易量化投资的 设计底面是买卖标准化 利润最大化 亏损最小化 成功率最高化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关注点外 就是13块2附近 如果做对了 挑战天高了 是不是利润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错了 我们就是破新低之损 错了就是破新低之损 是不是亏损是最小的 亏的最小的 没问题 是不是成功率最高的 当出现做空动能 释放的非常干净的情况下 其中有过涨起不来 在下涨起不来 在下的这种情况下面 做空动能基本释放的差不多的 以后就是容易出现一个上涨 当然这也是一个概率 这个就是上方的压力 我们也就非常清晰了 好你看上方的压力在哪呢 就是追上面的这个线 你看他之前 每次达到这上面的这个线 他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观察点 多空分界线 也是随上面的这个线 我们可以用60线 这条线呢 我们叫60线 或者叫声音线 都可以 当然半年线就是120 年线就是250 我们也可以去给他加全 总体来说呢 都是为了成功率更高 所以各有各的方法 自己去琢磨就行了 那老师把一些好的思路给到大家 还需要大家去消化 那这个呢 是给了大家一个思路 对基本面来说呢 大家就按我刚才的方法去看就行了 对照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都符合 但是呢 我们关键的要索取看就行了 最关键的就是他的利润 你看他的这个 从上期报道看的话 股东户数是增加的 对吧 但你看 你要活学活用 这是六月份的 对吧 增加的 你再看他的股价是不是跌了很多呀 对吧 他的股价 股价跌了那么多都跌下来了 已经 那在股价已经是跌下来的 好 我们看 大家看到股价了吗 从六月份 这样八月份呢 六月三十号 是不是跌了很多呀 所以这个筹码 的收集和扩散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做一个参考 那么也就是说 会不会在下期 九月份的这个 对筹码的这个 报告里边 他会出现一个 接上 这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预见性吗 就是他筹码分散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可能收了 这一点一定要 零活用 好 但是最关键的其实是 根据他的定单量 对未来的一个 盈利预期 是否能非常平稳的一个增加 这一点 这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般专门免费软件上 都是有这种功能的 好 那这样就既符合 分口 基本面符合估值也不算高 技术面又符合智能量化的交易模型 我们就是 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对吧 好 其他 时间也就是我自己相续去看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正态变气 好 这个正态变气呢 是属于 光复屋顶的 一个龙头 现在也是挑货的 好 我们看 他日线没有到位 对吧 挑的不多 这种情况下去 如何确认 他技术面的智能量化 脱子的标识 那技术面 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是看了 技术面 分口 你还估值吗 估值也不是很高 我们看到他的估值 也不是很高 他的应收是没有问题的 应收是稳健增长的 我们看一下他应收 我们在他的财报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种应收 你看是非常稳健的增长 这应收 这是令人 你看去年的会多一点 这大概率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下 大概率来说 是属于 就是非经商性的一个收入 比如说 他卖了一个什么地 卖了一个什么房 卖了一个什么固定资产 等等等等 他的经营现金流 你看他增长就降低了 但是美股经营现金流 是真的 但是降低了一些 这就是说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是现金流是增长的 那就会更好 但是你不能说通过一项 平板这个标准 一定是中和系列平板 最主要的是什么 是政策对这个行业的支持的度 决定它未来的事 这样子基本面 大家自己去下来看就可以了 我们从基础面 要给到大家 其实日线在调整幅度 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找到他的一个 关注的期账点呢 我们可以通过分10 60分钟 但是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 有一定的能力 而且是做短线比较好一点 好 你看今天我们对他的 这个评价来说 你看 现在电器的评价 是要利用手中抽码做题 就是照片 比如我关注了 我手中留线抽码做题 因为实际上 我们不能说确定一个品种百分之百 对吧 会起来会涨停等等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品种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在高位的 比如说减掉以后呢 留一些底仓 留下的底仓呢 我们可以通过底仓 去作为一个筹码 做他的一个分10 就是60分钟级别的 这种小波段的操作 或者是T加链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看到60分钟呢 他就符合这个标准 你看出现了 在前第一附近 这是一个火箭升空的起长 K线嘛 就是K线是符合的 对吧 缩量以后起来 然后你看 这是一个阻力买力的 起长的一个标准 然后再出现倍量 这会儿起 所以造盘 造盘刚好在这块 你看这60分钟了 4分K线 早盘在这块 4分K线嘛 对吧 所以说 这样子起来以后 你分高的走掉 去做T扩大收益 你看 我把一个做T的短线的思路 通过这个量化模型 也分享给大家 其实就是活学活用的 日线里面做大波段 分室里面呢 做小波段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我们就看到60分 30分就可以了 不能看得太短了 这周期不能看得太短 周期越长 称功率越高 大家看到了 我们看到什么周期 这是周线 大家看到 周线 他每次拿到半年线 或年线附近 是反转变 但是为什么我们赚不到钱呢 想一下 为什么赚不到钱呢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永远赚不到钱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实际上你看我们的方法 它就是赚钱的方法 为什么不赚到钱呢 其实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出来了 不赚钱的原因都是 追赚 这是第一个原因 或者是说 你即使买了七张点 但是错了以后呢 不止损 就这两个原因 因为你不止损的话 你分钱是无限大的 亏度也不知道 你这种肯定就是失败的嘛 只要我们把这两个 这种习惯改掉 一 不要去追赚 坚持买七张点 二 万一错了以后 严格止损 OK 没有问题 如果说第三 再加一条的话 就是做龙头 只做戏风行业的龙头 这个可以的 一般我们最长就看到月线就可以了 就是最长就看到月线 期益 回彩 把月线就可以了 看到月线就可以了 这些方法 智能交易量化的方法 真的我通过N多年的实战 是非常稳健的 我会无常的分享给咱们每一位朋友 关注成功 投资有方向